谁是终极英雄 是我们喜欢的一个栏目 有自信 敢担当 敢挑战 谁敢横刀立马 谁是终极英雄 终极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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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下一个就这一 我们期待的 让我们共同见证 英雄的诞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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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场的战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 谁是终极英雄 节目 我是李延军 今天我们栏目 东西南北兵 除一大比拼 特别节目 来到了南京军区 某兵种训练基地 这里就是他们的 坦克修理间 一场带有这支部队特色的 除一大比拼 即将拉开帷幕 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 这支部队 这是一支 有着装甲兵摇篮之称的 南京军区兵种训练基地 主要担负全区装甲机械化部队 车长 衣炮手 驾驶员培训 及部分士官升级培训任务 岁月真龙 助辉煌 铁血担心 应军辉 一代代基地官兵 秉称铁心向挡 铁血亮剑 铁甲雄风 铁壁铜墙 的铁骑精神 始终瞄准全军一流 对接未来战场 深化教学训练改革 锻造过硬铁甲精兵 基地党委坚持练兵先练心 驻剑先驻魂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 基地人始终紧盯锻造 信息化条件下 思想红 技术精 作风硬 体能强 能打仗的铁甲精兵 目标要求 深化教学训练改革 推动培训质量跃升 基地被军区表彰为 军事训练先进单位 被总参谋部表彰为 训练机构教学质量 评估先进单位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基地党委将始终牢记 强军目标 以时不待我的激情 不时奋进的豪情 昂首迈向 新征程 实现新跨越 再创新辉煌 今天来自这支部队的 吹士高手 将在我们随时 终极英雄的赛场上 一展风采 他们是实战兼兵 通过刚才这个短片 我们对这支部队 有了初步的了解 现在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担任本次出一大赛的 三位评委 他们是 特三级烹调师 全军幼教培训 南京基地膳事科科长 程晓卿 南京军区某兵种训练基地 一大队保障处处长 葛卫风 中国烹饪名师 高级技师 江苏省十大青年名厨 南京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厨师长 刘常伟 观众朋友们 来自这支部队的八名趋势高手 现在就站在我的身边 他们是经过抽签之后 组成了红蓝两队 将争夺本期的中级英雄 他们个人的能力都非常的强 但是既然是团队之间的较量 那么除了个人的能力之外呢 队员之间是否能够默契配合 所做出来的菜品 是否符合我们现场战友的口味 是否能够得到评委的认可 非常重要 参赞队员 你们有信心吗 有 好 正式比赛之前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参赛队员 红队一号 宇月峰 训练宝障大队 警勤汽车队司务长 上市军衔 高级厨师 红队二号 王贵辉 第一招待所 吹市员 上市军衔 红队三号 陆亭峰 机关一造 司务长 上市军衔 初级厨师 红队四号 薛亚雄 机关二造 吹市班班长 中市军衔 蓝队一号 黄再信 三大队学兵 十队司务长 上市军衔 蓝队二号 陶文龙 四级军事长 初级厨师 蓝队三号 韦学勇 学兵八队 中市军衔 初级厨师 蓝队四号 王霞慧 训宝大队教练 一连司务长 中市军衔 好了观众朋友们 我们第一关的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先来看 本关比赛规则 第一关比赛规则 比赛由红蓝两队 各派出两名选手 进行比赛 双方各做两道家常菜 通过菜品创意 营养搭配 色泽外观 口感味道 以及烹饪时间 等方面进行评判 两道菜 得分相加 分数高的参赛队伍 获胜 开始 第一关比赛 派两名选手上场 红队派的是 二号队员 王贵辉 和三号队员 陆亭峰 蓝队派的 也是二号和三号队员 他们是 二号陶文龙 和三号 维学勇 蓝队 红队 要做的两道菜 分别是什么呢 首先来看二号陶文龙 他选择了一条 三斤重的草鱼 从鱼的背部切开 贴着鱼骨 用刀 轻轻取下鱼肉 去掉边角 留下主要部分 用刀整修一下 然后对鱼肉 积十字交叉的直刀 在这里要注意 用刀不能太深 否则就会把鱼皮切断 刀具也要均匀整齐 现在二号陶文龙 将切好的鱼 改成三大块 放入盆中 三号维学勇 配合二号陶文龙 将放入盆中的鱼块 清洗 然后控一下水 捞出 这时 二号陶文龙 开始另一道菜的准备 用刀在虾仁的背部 中间划开 三号维学勇 负责去除虾线 陶文龙也没闲着 开始对洗好的鱼块 进行处理 两个人的捅出安排非常合理 时间一点也没有浪费 加入切好的葱 姜 料酒 盐等调料 去腥调味 调料添加完毕 马胖后 拍干粉糊 同时 他的队友三号维学勇 把油放在锅里 加热 两人相互配合 有条不纹 再来看一看红队 红队选择制作的拿手菜是 金玉满堂和铁骑小炒 单听名字就知道 金玉满堂这道菜 对色彩搭配要求非常高 首先二号王贵辉对胡萝卜和黄瓜切丁 并把玉米粒和青豆一起放入盆中准备好 然后对虾进行去头去尾处理 这时三号陆亭峰过来帮忙 虾处理完后 二号王贵辉开始对铁骑小炒进行材料的准备 三号陆亭峰负责掌勺 先把金玉满堂的配菜放入锅中焯水 然后把焯过水的配菜放入锅中煸炒 加入调料翻炒片刻便出锅了 红队的两名队员打扰你们一下 菜做得怎么样啊 快了 马上快做好了 是吧 这是已经成品了吗 对 两道拿手菜 这是第一道是吧 叫什么名字 金玉满堂 金玉满堂 一看就明白了 里面有玉米粒 还有青豆等等 虾仁 金玉满堂 那么这是第二道了是吧 第二道 第二道叫什么名字 第二道就是我们单位的特色小炒 咱们单位的特色小炒 叫什么名字 叫基地小炒 叫铁骑小炒 铁骑小炒 铁骑小炒 好的 我现在还想象不出 这盘菜到底呈现出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好 不打扰你们了 我们再来看看同场竞技的蓝队 二号陶文龙在对马好味道的鱼块开干粉壶 三号维学勇则对刚铺碗粉的鱼块下油锅烹炸 这时的油温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 炸至金黄色时捞出控油 蓝队的两名队员打扰你们一下 你这是在炸鱼 是吧 是的 你们这两道拿手菜叫什么名字 这一个是叫菠萝鱼 第一道鱼叫菠萝鱼 是 那现在我已经能看到 大家看已经有菠萝的形状了 你看这刀口切的 还真的像菠萝一样一样的 是的 第二道菜 为什么叫雷驰火焰呢 因为它的形状 摆出来一个平盘 很好看 就相当于一个雷 一个雷放在中间 驰旁边是围起来的 像一个地雷一样是吧 爆炸型的 爆炸型的 还真是有想象力 好了 不打扰你们了 蓝队的鱼炸好后 对雷驰火焰的配菜进行过油烹炸 捞出控一下油后 再次下锅烹炒 出锅 摆盘 这道雷驰火焰外形很独特 颜色很鲜艳 但不知道味道如何 这要等评委品尝完 打分之后才能知道 现在蓝队已经完成了雷驰火焰的制作 只剩菠萝鱼最后的味之勾芡了 这时的红队也不失落 三号陆亭峰 正对铁骑小炒这道菜进行烹炒后的勾芡 好 装盘 红队完成了第一关两道家常菜的制作 红队制作完毕 随着红队的报告声 这边的蓝队也把勾好的味之交到鱼身上 单从外观上看 两队做的都不错 不知评委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数呢 观众朋友们 我们三位评委已经品尝完了两队的作品 单从名字上看 非常的棒 大家看金玉满堂 铁骑小炒 波罗鱼 还有雷驰火焰 既有非常吉祥如意的名字 也有一看就是咱们部队特色的这样的菜名 好了 现在请评委来点评一下 陈老师 你好 今天这道菜炒得当然口味还是不错的 我尝了一下 从设置上来看 有的不是太清爽 如果说把生菜和西红柿剪掉以后 用白餐去配这种菜的话就好了 你说把这个生菜去掉 西红柿去掉 就是这个点缀的就不需要了 那这会不会显得这个太少太空 它中文的菜就主要讲的要清爽 点缀是指那个画廊点筋的这种 这样的话是反中的 好的 这道菜呢 点缀的还是比较清爽的 比较到位的 要鲸鱼做的也不错 口味是可以的 如果设置上色彩配的再到位一点 色彩的红的绿的 最新鲸的就好了 这个鱼 菠萝鱼 菠萝鱼 我尝了一下 口味是很不错的 菠萝鱼 你要把点缀的菠萝上面都有那个须子 如果你在点缀那个须子就好了 不需要放这个东西 那个须子怎么做呢 须子的话 一般的话我们是用葱 把葱的话 用剪刀 或者用小刀 剪成花 然后插到上面 就可以了 你看上去像菠萝了 再大一点 或者一个 小的也行 你看小的不要做得这样 雷次回应这道菜 口味我尝一下还是很好的 但是主要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装盘太满了 菜不能超过葫芦骨上面 只好在里面一点 然后外面那个东西就不需要了 外面葫芦骨肉可以把它去掉 这样就更好看了一点 不需要单独挖出来放到外面 好的 谢谢 请坐 葛处长 听听您的意见 今天我们红蓝两队 应该说各有特色 红队它体现的是家常菜 特别是铁骑小草 这个体现咱们基地的崔石斌 在工作的过程中摸索出来的 一些经验 把一些家常菜在一起进行了搭配 应该来说口味比较好 蓝队体现的是精品菜 特别是菠萝鱼 体现出的我们的崔石斌的刀工比较细腻 应该说的话技术比较精湛 比方说金玉满堂 陈老师说旁边这些生菜 西红柿多了 要把它去掉就更好了 您觉得呢 这个应该是说的话 陈老师说的很对 应该来说的话比较累赘 应该来说紧接一点的话 应该会更好看 更能体现出的菜品的特色 可能我们陈老师 从这种要求更高的成品的角度上来考虑 对 那我觉得会不会因为咱们部队上人比较多 这量多会更好 他们这一轮比拼 主要比拼的是崔石原的技术 大锅菜在下一轮的比拼当中会体现出来 您这么一说我就更明白了 好 谢谢 请坐 刘常伟 你好 听听您的点评 今天我们浑南两队做的四道菜 应该是基本功 他们基本功菜都比较扎实 因为他们口味 几个菜的口味薄的都比较好 比较到位 配料这一块 应该配料比佐料大 对吧 这样的话 涂不出佐料 看着很凌乱 现在这个装盘呢 而且是菜肴的装饰 要跟菜肴的佐料要是分开 感觉比较卫生就要清床一点 可能是可质性比较强一点 就是看着比较诱人食欲 像那两个小草 比较有特色 对吧 尤其是这个铁骑小草比较有特色 好的 谢谢 请坐 现在请三位评委 对我们红蓝两队本官的综合表现 两综合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红队本官的综合得分 请量分 谁是终极英雄 是我们喜欢的一个栏目 有自信 敢担当 敢挑战 谁敢横刀立马 谁是终极英雄 终极英雄 终极英雄 也许下一个就是你 我们期待着 让我们共同见证 英雄的诞生 加油 加油 现在请三位评委 就我们红蓝两队本官的综合表现 量综合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红队本官的综合得分 请量分 9.4分 9.4分 9.5分 谢谢 好 请评委给蓝队量分 9.8分 9.7分 9.7分 综合三位评委的得分 第一关比赛 蓝队胜出 观众朋友们 在第一关 蓝队以明显的优势胜出 第二关呢 红队是信心满满 志在必得 第二关是挑战名除比赛 先由 担任我们本次大赛的评委之一 特三级厨师 陈晓清老师 现场制作 好了 现在我来问一下 我们的陈老师 您将做什么菜呢 今天我给大家做的一道 就是浙江菜 东坡肉 哦 东坡肉 我们都吃过 非常的好吃 好了 现在我们掌声欢迎 陈老师 为我们当场做菜 先把整块五花肉 放入锅中 用水焯 并加入料酒 葱段 姜片去腥 水开几分钟后 当整块五花肉 呈白色 捞出 切块 陈师傅 您这是选择的什么肉 这是选用上腾五花肉 五花肉选层次要多一点 吃着嘴里 口感就很好 我看你放入锅中 煮了 时间不长 熟了吗 现在 现在没熟 煮的目的 是让它定型 好改刀 哦 那切的这个块 是有要求的吗 大小的话 要乘正方形 嗯 它也不能太小 还要再 再擦一下水 哦 再过一下水 嗯 呃 不要过水 嗯 先擦一下水 擦一下水 就可以烧了 怎么烧 呃 用酱油啊 嗯 全部用酒 基本上很少加水 大体 再过多长时间的水 呃 大概两三分钟 两三分钟 实际上这个肉 还是没有熟 没有熟 嗯 这是清水里面 没有放任何的 其他的料 除了这两块葱 对 没有 哦 暂时还没有 就是出水 主要是去腥就可以了 没有放盐 什么之类的 没有 没有 其他你自己祖传的 秘方也没有放进去 没有 那看来还是挺简单的 哦 主要是讲究苦口 哦 嗯 嗯 算是烧锅吗 对 哦 然后把刚才的肉再放回锅 这是料酒是吧 嗯 嗯 嗯 放这么多 嗯 嗯 放后 有点点甜 哦 盐 加水 嗯 烧一会儿 烧上色以后 改火 改中小火 最后手指就可以了 嗯 嗯 嗯 现在已经闻到香味了 东坡肉呢 我们都吃过很多次 但是 这样近距离的 看我们的厨师制作呢 我还是第一次 我们可以加盖子 让它是小火 慢慢烧就可以了 我们觉得烧至时间长 嗯 那不是水早就烧干了吗 小火啊 哦 一小火就可以了 哦 陈叔叔 现在东坡肉可以出锅了吗 可以了 好的 我来看一下 哎哟 刚才汤很多 现在已经 手指 这汁已经成了糊状了 可以 可以出锅了吗 好的 非常感谢 陈师傅 大家看 经典的东坡肉 已经做成了 那现在呢 我请两位参赛队员 先来品尝 来 可以了吗 因为大家都吃过很多次的东坡肉 我相信 那我就不问你们两位了 先去准备吧 好吧 希望你们有好的表现 好 现在请两位评委来品尝 好的 那评委很辛苦啊 接下来 接下来你们就要做回原位 来看两位队员的表现了 第二关比赛规则 比赛 比赛首先由邀请的国家特级厨师制作一道菜肴 而后 红蓝双方各派出一名选手品尝地方名厨制作的菜肴 并按照地方名厨的做法 现场进行模仿烹饪 参赛队制作的菜肴 在色 香 胃 形等方面 与地方名厨制作的菜肴 最为接近的个人 获胜 第二关挑战名厨的比赛开始了 蓝队和红队各派出的参赛选手 都是一号队员 他们都按照大师制作的步骤 对五花肉进行超水定型 可是红队超完水的五花肉似乎有些加深 蓝队的黄再信在切五花肉时 把每个肉块的肉皮又划上十字 可能是为了后面炖肉时能够更加的入味 在锅里放入葱段姜片烹炒 放肉块 并倒入事先准备好的汤汁 没过肉块 再倒入料酒和其他调料 盖上锅盖 调小火慢炖 此次的挑战名厨难度在于 选手并未看到大师的制作过程 只是通过品尝就要做出 近似大师制作的东坡肉的味道 在等待东坡肉慢炖收汁的过程里 红篮两队的队员都没有闲着 开始对各自的摆盘进行设计 红篮两队都开始对东坡肉装盘 到底这关比赛谁能得到大师和评委更高的评价和认可呢 从外观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两名挑战队员可以说动了很多的想法 刘常伟您来点评一下 他们两个做的话大小刀工处理的话基本上就比较合理的 然后火候上面把握的不太好 这个肉怎么样夹到筷子里面有点抖 有点晃那种吃起来肥而不利 它这样吃的话还要有咬劲 这样动坡肉吃了就比较利了 一个颜色上面这个处理的比较稍微好一点 像那一个的话尾边跟主料靠的比较相近 而且那个花不能食用的东西 必须要割开 而且利益很近 这样的话影响视频卫生 这样在做菜里面是不允许这样子的 葛处长 应该说红篮双饭在这一套菜上面的口味 都比较接近我们陈大师所做的东坡肉 缺点上面可能就是肉稍显不烂 双饭也用了一些新意 红篮在砖盘上多了一些花色 蓝队在刀工上面 在肉的肉皮上面多了一些食字 让它更容易入味 好的 谢谢 陈老师 他们是在模仿您的作品 今天我主要是南部电视 一个考虑到一个刀工和一个伙伙 这就是这两位评委所讲的 东坡肉今天 两个伙伙时间掌握的都还不到位 还不烂 从那个资本工商来讲 还是学的还是比较快的 应该来讲 没看到我做 能做到这样 应该来讲不错了 好的 那么谢谢 三位评委 他们在给两位挑战的队员 出一个综合的合理的分数 好 现在我们先请评委 给红队一号 亮本关挑战赛的综合得分 请亮分 9.5分 9.7分 9.6分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评委给蓝队一号 本关挑战赛的综合得分 9.4分 9.6分 9.5分 这样算来呢 恭喜红队以微弱的优势胜出 观众朋友们 在前两关的比赛当中呢 红蓝两队各胜一关 尤其是第二关 红队胜得非常非常的惊险 那么究竟两队谁 能够获得我们本期中级英雄呢 这要看四关过后 两队的综合累积得分 红蓝两队都表示 一定要给战友们带来惊喜 那么他们的愿望能否实现 他们所做的年夜饭 战友们是否喜欢 评委们是否认可呢 先来看本关比赛规则 第三关比赛规则 比赛由红蓝两队各派出三名选手进行比赛 双方队员要各位十名战友制作一桌年夜饭 参赛队员负责食材的采购 食材标准为三百元 菜的数量不得低于十道菜 通过菜肴的创意 色香味性 以及数量的方面进行评判 得分高的队伍获胜 下面我宣布第三关比赛开始 第三关制作年夜饭的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蓝队二号陶温龙和红队三号陆亭峰 将制作年夜饭所需的食材清洗干净 蓝队一号黄再信将清洗后的小白菜切块 四号王霞慧将土豆切丝 红队一号李月峰把剑蓝做削皮处理 二号王贵辉切葱切算 此时红队两队都在为年夜饭的最后烹制做准备 各队队员分工明确忙而不乱 体现了他们在这场厨艺比赛中的团结精神 年夜饭也叫团圆饭 顾名思义年夜饭是农历除夕 也就是每年最后一天的最后一餐 这一天人们要准备辞旧迎新 一家团聚共进晚餐 但是我们广大官兵因为保家卫国的职责所在 所以必须坚守岗位 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 但是我们广大官兵在除夕之夜 也会有这样一顿具有部队特色的年夜饭 至于我们部队里的年夜饭到底有哪些特色 我们接着往下看 根据比赛的规则 我们红蓝两队各三名选手 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至少十道菜肴 而且每道菜肴要求色香味型俱佳 一段时间过后 两队几乎同时完成了年夜饭的制作 首先我们来看红队制作的年夜饭 它们分别是心意相通 红红火火 年年有鱼 串串虾 大团圆 青菜汇芋头 水晶鸭掌 建篮炒腊肉 我们再来看蓝队制作的菜肴 孔雀开瓶 水煮牛柳 杏鲍菇炒牛肉 红烧狮子头 蒜泥娃娃菜 速炒西兰花 拌萝卜丝 冬瓜金针菇汤 凉拌牛肉等等 不管是从菜的名字 还是从菜的色彩来看 我们红蓝两队所做的菜肴 都是那么的诱人食欲 那么究竟这味道 能否符合评委老师 和现场官兵的口味呢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两队在这一关的得分 先请评委给红队量分 请 9.7分 9.8分 9.8分 谢谢 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 蓝队本关的得分 9.6分 9.5分 9.6分 恭喜红队本关胜出 观众朋友们 最后一关的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红队的累计得分 比蓝队高 但是分数相差不大 因此 这最后一关的较量 将会非常的激烈 那么 最后一关 究竟是 红队能够越战越勇 笑到最后呢 还是蓝队能够成功实现反超 现在 先请裁判长 下达科目 宣布规则 下面我们进行野外参车的比赛 比赛规则 由红 蓝 脸队 各派出四名选手 进行比赛 双方队员 模拟发生雪寨情况下 用野战吹尸车 各位20名战友 制作四菜 一堂 一煮食 通过 营养搭配 烹饪速度 口感味道 等方面进行评判 豆粉高的参车队 获胜 我宣布 野外参车比赛 开始 拍照 顺利 我们这一关野外餐车模拟任务的内容是 比赛由红蓝两队各派出四名选手进行比赛 双方队员要模拟野外条件下 用野战吹驰车各为二十名战友制作一桌菜肴 通过菜品创意 营养搭配色泽外观 口感味道以及烹饪时间等方面进行评判 得分高的参赛队伍获胜 比赛一开始 红蓝两队队员迅速将野外餐车展开 野外餐车是野外条件下加工烹制膳食的专用车辆 多采用半拖挂车 它伴随着部队向在野外执行任务的官兵提供热食保障 特别是能够通过煎炒烹炸提供各种美味食品 红队二号王贵辉负责点火 并保障这次任务的燃烧炉火力大小 红队一号李月峰清洗灶台并烧上水 他要负责的就是掌勺 三号陆亭峰正在切肉 这是为红烧肉做准备呢 四号负责宅菜 他们分工明确紧张有序 红队此次比赛要做的是红烧肉 回锅肉 西红柿炒鸡蛋 蚝油生菜 榨菜肉丝汤 再看看另一边的蓝队 他们这关比赛要做的是西红柿鸡蛋汤 香菇青菜 第三鲜 辣子鸡块 还有一道与红队相同的红烧肉 蓝队三号维学勇 现在正在处理鸡的内脏 并切成鸡块 二号陶文龙切五花肉块 蓝队与红队点火方式不同 蓝队四号王霞慧 先在空地上点燃后 再让其他两名队员协助他一起放入灶台中 蓝队的一号黄再信和二号陶文龙分别掌勺 黄再信做红烧肉 我们基地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 锻造了一批政治坚定 作风过瘾 技术精湛的保障队伍 形成了系统配套 功能完备的教学训练保障体系 组建至今 已经培养出优秀的装甲战斗员数万名 这次摧尸技能B5将充分展示基地官兵 思想红 技术精 作风印 体能强 打胜仗的精神风暴 蓝队也做好了红烧肉 辣子鸡块 第三鲜 三道菜 目前两队的速度是不相上下 可是就在这时 蓝队的西红柿鸡蛋汤完成了 红队可要加油了 终于红队的红烧肉和回锅肉端上了桌 一号李月峰最后把米饭盛入盆中 准备端上桌 就在这时听到了蓝队报告完成的声音 好了 我听到报告声就知道 我们的蓝队已经完成任务了 四菜一汤一主食 其实 红队也完成了 待会我们再去看 那么其实呢 我以为这次的红队能够先于蓝队完成 蓝队 对自己的菜感觉怎么样 现在这个配合默契 这个稍微紧张了一点 这个四菜一汤 我感觉达到我们这个想要的这个结果 好的 看起来非常的不错 那么刚才呢 我们这边正在进行的时候 红队那边也有报告声了 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 现在红队的四菜一汤也做好了 你们自己感觉怎么样 今天这场比赛 这个由于我自己本身的原因 这个因为米饭 就是因为一个米饭会晚一点 其他的我从各个配合 从这个原料和各个方面都很好 只要是这个米饭 耽误了一点时间 耽误在哪呢 为什么耽误时间了 米饭 米饭水少了 然后打开了一次 不是很熟 然后又放了一点水 然后米饭熟了 从外观上看 现在应该是熟的了 是 嗯 熟的 好的 那么两队都先后完成了任务了 究竟他们会获得一个什么样的分数 像我刚开始说的那样 究竟是红队能够越战越勇 叫到最后 还是蓝队能够反败为胜呢 那么现在呢 先请评委从蓝队那边开始品尝 有请 那么到底最后一关 评委品尝完战士们做完的菜 将会给出怎样的评价呢 好观众朋友们 现在呢 我们的评委已经品尝完了两队的饭菜 请点听一下 这个今天呢 这个比赛啊 应该来说的话呢 红蓝两队啊 各有千秋 这个红队啊 这个菜肴呢 色彩比较鲜艳 蓝队的口味比较好 但是呢 这两个队呢 也都存在一定的缺点 一个呢 是两个队啊 不够紧张 这个野外保障 应该体现出迅速展开 迅速保障 迅速撤离 这个两个队啊 紧张程度不够 站位不浓 二呢 红队啊 可能在准备上面 不是很充分 就这么多 好的 来 刘长伟 这个 这野外垂直车 在这野外这么饿的调料下 能做出这么样的换菜 总体来说 还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跟缺点 首先它这个主食这一块 就是 做的不是很好 对吧 有点加深 米粒不是那么 很糯很香 对吧 然后菜肴的口味呢 也是 把握的不是很好 不是很到位 包括它这个素菜 你看 颜色都有点变 有点发黑了 等于是炒大了 炒的时候 要么是没有熟透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好的 谢谢 陈老师 听听您的意见 野外垂直车 我是第一次见 能在这么短时间 两队能完成任务 也确实不容易 相对来讲 那个红队呢 开始都是个完整的速度 它是比较快的 中途可能出了一点小状况 我想这种 是以后要得 准备要得充分 考虑大家周全一点 从口味上来讲 两队的口味 还是比较 完成比较好的 总是来讲 我感觉 应该来讲 蓝队要略胜于 红队口味 您觉得 蓝队这一轮 要略胜于红队 是吧 对 好 谢谢 现在最紧张的 该是两队的队员了 因为马上评委 要给他们打分了 先给红队打分 请 好 现在请评委 给红队量分 9.5分 9.5分 9.4分 好 现在请评委 给蓝队打分 9.6分 9.7分 9.5分 这轮呢 明显是蓝队胜出 但是 还要累积成绩 加在一起 那么究竟会是多少分呢 胜出的队 是蓝队还是红队呢 咱们颁奖仪式上 见 亲爱的战友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经过了激烈的比拼之后 本期终极英雄 终于产生了 现在请南京军区某兵种训练基地政治委员 十位兵宣布获胜队名单 邀请 下面我宣布 在此次 谁是中级英雄 谁是技能比武中 获胜的是 蓝队 他们分别是 一号选手 上市 黄带兴 二号选手 四级军事长 陶文荣 三号选手 中市 维学友 四号选手 中市 黄霞惠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向他们表示祝贺 好 谢谢 谢谢 战友们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 获胜队 蓝队队员 上场 请为蓝队队员带上荣誉之花 战友们 让我们掌声欢迎 中级英雄的旗帜 入场 请获胜队队员 在这面旗帜上 签上他们光荣的名字 亲爱的战友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 在这面旗帜上 又增添了我们四位战友的名字 他见证了这支部队的吹势员 蓝强的拼搏精神 以及高超的厨艺 在向蓝队队员表示祝贺的同时 我们也要感谢同队队员的参赛 因为他们的参赛 使我们本次比赛更加的精彩 更加的激烈 今后这面旗帜 还将跟随着我们走进全军和武警部队 记录下一场场激烈的比拼 写上一个个闪光的名字 加油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本期节目到这儿结束了 再次感谢大家 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